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升级 刚才我们说的贵宝明把肉球送到食品药品检验所 所里的工作人员一开始都没怎么当过一事 可是等他们再仔细一看这个大肉球 哎呦 这眼珠子都更大了 贵宝明送的这东西跟他们以前碰到的各种假牛黄吧 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说正大的牛黄他们也从来没见过 但是从外观上看 到真是真是那牛黄的样子 它这个一层一层的那个就像树那个棉棉一样的 不均匀然后很均匀 对于这个牛黄的 你怎么怎么是这种那个门群这样的 或者说是重新岩这样的 一群一群这样的群树 可能是跟这个材质的分泌 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分泌的时间 跟这个动物的采质的时间有关系 就是采质以后 那么动物的采质 这个时候感觉的分泌 是更多的 它是一个逐渐逐渐的 长时间的 有一个百姿的成维过程 里面讲说呀 虽然很多人造的假牛黄有这种意义 八字算命书 亚诚八字命书 具体以生成八字肯定的 一门章谷书 先把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书 二十一年的照片 擅长八字算命书 一家风水 零鼓法治 道掌微信 二零八八二十八八 会被爆出这样的棉纹效果 但是贵宝林送来的这颗牛黄 棉纹上的一杯子 完全不像棉纹造出来 应该是在牛肚子里头 一年一年一度形成的结果 特殊的成文节奏 检验所的工作人员还发现 贵宝林的这颗牛黄啊 它的味道很地道 它那样味道呢 它是不一样吃娘 每个吃娘啊 它就不可以进入那些 很多的那个 食物的那些味道啊 什么的 那些吃娘 反正吧 通过眼观考察 工的人员越来越觉得 任务求里的东西 现在就是牛黄 那进一步设定 紧接着他们又取出了一小份量品 这个弄尸之后 如果是贵牛黄 它就能够把那个 质家把染黄 就是不容易出色 贵牛黄能够把质家染黄 还有个专门的术语的 叫刮甲 结果呢 在好几个人的手上 在挂上十页 把那质家全染了 黄黄的 洗都洗不了 当然了 鉴定牛黄 对其这些最可靠的发展 那还不是看外表 尝味道 而是对它的成分 进行科学分析 郭文人员又重新取了一些样本 把它溶解之后 进行了这个成分检测 强德说了 牛黄是牛胆量里的一些物质 除了实现后形成分 实实 关于那真牛黄的成分 跟牛胆汁的成分 应该是最接近的 那胆汁里头的 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 一只胆红素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胆汁钻研嘛 那么还有那个胆不紧密的物质 实际上就是这个 这个牛黄的主要成分 就是这些成分 从治疗用药的角度来说 那么胆红素的药用价格还是很高的 它有那个 在体系里 它就是说入药了以后 它可以具有抗经绝 抗经绝的作用 那个阵力抗经绝 还有那个 还有道士育力绝 那最好您送来的肉条里头 它又主要有什么成分呢 经过一阵 焦虑不寒的存在 贵宝宁终于等到了建筑成果 这边呢 人家多了钱 这地方少 人家两三万也好 人家两万千也好 人家不管 他们的确实传统 他要把他们的信 那如果这些方法 我们就确定 他又是他 对 你看他的城市还是 天然的 而且城市还很好 也就是说贵宝宁 从牛肚子里取出的大肉球 它的确就是一颗特大的天然牛黄 李总盖还告诉贵宝宁 即使按照普通天然牛黄的价格来计算 他这颗2950克的超级大牛黄 当时的市场价至少也值60万 致下的市场价格好 那边倒下了 来讲 行 谢谢大家